台湾一名徐姓男子喝酒之后疑似不舒服 他的朋友帮忙通报119 救护到场实施验商作业的时候 这个男子竟然突然标骂不雅滋眼 还挥拳攻击 造成救护人员左眼和鼻梁受伤 警方互报抵达将男子压制 而遭到攻击的救护员也将会对他提告 一名男子喝得醉醺醺躺在地上 一旁救护员正在替他检查 没想到下一秒竟然爆发冲突 眼看男子突然坐起来 嘴上念念有词 接着一拳朝救护员脸上打 失控男子瞬间被远景压制 大声喝斥要他别乱来 男子疑似喝台醉 已经无法正常对话 但涉嫌攻击救护员 这下医院去不了 反而要进派出所 事发在27号晚上9点多 台南东区装进入 一名徐姓男子喝得醉醺醺 身体疑似不舒服倒握在地 急忙打119 没想到救护员在实施减伤作业后 男子突然坐起来 飙骂不雅之句 挥拳攻击许姓救护员 造成左眼鼻梁受伤 眼睛也被打到歪斜毁损 遭攻击的许姓救护员 担任公务员27年 处理民众酒队案件有经验 但没想到这一次 竟然遭到殴打挂材 大家都不太喜欢这种暴力的行为 希望他们受到承担的选拔 救护暴力是零容忍 支持我们同仁 对这个施暴者 做一个提告 男子酒后不敌信 被依妨害公务伤害罪送办 只是这回救护员救人 却反倒受伤被救 离谱过程也让人只摇头 记者黄富奇谭能报道